而就算换掉了国防部长 民怨就能够平息吗 洪仲秋8月4号要出殡 家属到现在没有得到合理真相 民怨沸腾 那么府院紧急止血 国防部长高华柱下台 继任人选是现任的副部长杨念祖 马政府首位文人部长 其实高华柱早在15号就向总统主动请辞 当时受到了未留 但总统表示 其实早就已经决定这项人事案 至于七位内阁首长改组 也由行政院长江一化 今天亲自宣布 洪仲秋案延烧将近一个月 民众怒火越烧越旺 面对人民再次集结上街讨公道 洪仲秋8月4号即将出殡 马政府赶紧灭火 国防部长高华柱请辞获准 确定下台 我们这次调整的内容如下 首先国防部部长将由 现任国防部的副部长杨念祖 不接任 行政院长江一化亲自召开记者会 宣布最新人事命令 却只照港链不给记者提问 就知道有多敏感 包括今晚会主委等七位主管 一动下台 最受瞩目的就是国防部长高华柱 要利用这个时间再度向社会大众 表达十分的歉意 时间拉回7月15号 当晚高华柱就已向府方请辞 但受到马总统极力未留 不过府方早在当时就为高华柱下台 杀盘推演 我们当时觉得赶快把这个案子办出来 恐怕才是大家关切的重点 部长该负责一定会负责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跟准备 马总统接受媒体专访 说明这项人事一动早有准备 7月15号第一时间未留高华柱 是着眼于当时若换家势必折损 新任国防部长威信 也规划红案告一段落后 顺势同意高华柱请辞 7月人选为了直写 只锁定文人出身的副部长杨彦祖 不过红案军舰调查 目前就是由杨彦祖负责 但任部长对于案情并无更大突破 不过要扛起红案后续责任 杨彦祖也成了不得不上场的救援投手 继续欢迎订阅台北通报道